我要嗆聲了嗎 有了要嗆聲 你除了拿蛇出來還有什麼 今天不可能有蛇了 應該不會有 我要告訴在場的所有人 讓你們知道 今天誰最好笑 好笑 好厲害 這什麼態度 好激 這什麼態度 看一下 先鋒代表作 來 內瑪爾又跌到了 此時裁判再度進場 黃牌 又是一張黃牌 預備 內瑪爾此時露出了一抹微笑 她又站了起來 太累了吧 你看她的一天 好厲害 好有氣喔 高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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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張舞蹈排得太好 舞編太好了 對 生命當中有改變嗎 白白離開你之後 白白都改變 你別這樣表演情 你知道嗎 不是問這個嗎 沒有 因為其實喔 我那個表演之前 我也很久沒有上大熱門 然後就是因為那個表演出來之後 我覺得第一個是 大熱門就覺得說 哇 這樣表演得還不錯 然後又長髮 然後我的臉書啊 就是本來我大概有 因為那個表演出來之後啊 我現在有 297個頭號粉 每個都很重要 那我怎麼好像有新聞裡面聽說 說你跟山豬的對話 我們都看到囉 你跟山豬的對話 山豬還跟他們出賣 因為我們是私底下在聊天 然後我知道他在開玩笑 然後就是 沒有 他說他是認真的 他是認真 他封殺憲哥 那是你們私聊是嗎 對 我有一個朋友 他私下開了一個玩笑 在IG上面 這樣他爸爸就罰50萬 發張 沒有 他很小心 所以他喜歡吃那個 所以路不會派 對 講到要小心 對 就被PO出來 PO出來 其實這都是 謝謝 謝謝 怡翔哥不封殺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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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怡翔哥對不對 憲哥是很照顧啦 所以我今天才會跟他一起通台 這麼照顧 對啊 然後我就過來了 不是 沒有 開玩笑 因為真的憲哥也是很照顧 然後我當下第一時間 也就跟憲哥解釋了 有解釋嗎 對 那你現在在慌張什麼 對 你現在心虛什麼 我說憲哥說以後你有什麼需要 你就盡量的吩咐我 我都會過來照做 好 謝謝怡翔哥 對 很恐怖耶 謝謝 一個人多口笑 很猛耶 因為今天就是要來突破嘛 真的嗎 真的 衝一波了吧 OK OK 加油 好不好 帶來逸祥脫口秀 大家好 我是演藝圈的甘苦人逸祥 我當初進演藝圈是為了賺錢 後來發現 憲哥常跟我說 當藝人 就是要有本事 如果你沒有本事 那你就等著 只是我還沒有等到別人出事 我自己就先出事了 有一陣子我通告掃到 我以為是憲哥 封殺我 對啊 其實新聞寫得也沒有錯 他說是我封殺憲哥 但是 我其實跟憲哥很好 憲哥也對我很好 我不可能去封殺憲哥 我不可能去封殺憲哥 我要封殺 也是封殺 LULU跟漢堡 你們問我說 那後面那一排人呢 不要擔心他們 他們時候到了 自己就會離開了 其實現在環境越來越不好 經濟不景氣 我爸爸常跟我說 他小時候拿100塊 去雜貨店買東西 都可以買到好多東西 但是現在 100塊買不到什麼東西了 我問他為什麼 他跟我說 因為是從雜貨店門口 裝了一台監視器 他就拿不到那麼多東西 我媽媽對我很好 他的廚藝也很好 我很喜歡吃我媽媽煮的菜 平常媽媽都會煮 番茄炒蛋給我們吃 番茄炒蛋 還有三杯雞 還有我最愛的炒山酥 這是我山酥 炒山酥 我的同學的父母家裡很有錢 他都會買魚乾油 給他就是我同學吃 但是呢在我家裡 我爸媽都不會給我吃這些東西 我爸媽要讓我記住一件事情 他只要 兩隻巴掌 就可以讓我吃的 所以我小時候 根本沒有什麼零用錢 所以我看同學在喝什麼 真竹母啊 然後什麼 古龍糖啊 還有這種熔湯會 我根本都沒有喝過 更不要說是這個 八屁箔水餃 我都沒吃過 從小我就體悟多病了 所以後來我決定去健身房 練健身 把自己練壯一點 我記得那一天 我載著我的女朋友到陽明山看夜景 對 我記錯了 我是一個人到陽明山看夜景 因為我沒有女朋友 後來看到一半的時候 有一群混混就圍著我 要跟我勒索 我就想說我有在健身 跟他拼了 我就從那群混混當中 找了一個最瘦弱的 跟他打 打不到十秒鐘 然後那個人就跪下來 雙手壓在我的心臟 求我不要死 所以你看 健身真的很有用的 人家說 莫忘卻重 我一直告訴自己 不要忘記當初 進演藝圈的熱情 回想起那些年的點點滴滴 這一首歌送給大家 回想起剛幾歲以前 我念的大學沒畢業 還以為人生衣服就能變 穿一下金哥 將頭髮梳塵 大人我要 什麼歌啊 穿上一身帥氣西裝 我還以為自己就是紅顏 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時光 回到風盛無光 是個瘋狂那妥協的男 每禮拜 斷成掃描 你們有看到嗎 這兩條蛇 我真的很想殺 那些年吃過的紅色 那些年吃飯被扶起 網友趕告你 說你根本沒在意 正經常征服演藝圈 到最後回首才發現 演藝圈環境從來 有不需要你 你只是多餘 這就是我的表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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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只有一個地方 我們不能夠理解 就是什麼地方 那兩個是 對 我也在想 我知道 因為他們也是猜數的 他們要幹嘛 到底要幹嘛 蛇 蛇 那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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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背 才要人家解釋 剛剛我這樣解釋 有沒有 那個 小丑的心永遠在空中 天要祝你 就是有如神助 對 就大家在旁邊 今天就在這個舞台 就是你翻身的時候 最悲傷才是喜劇 對 我說前面我們還在笑你 到後面老實講 我們真的笑不出來 真的有一個 一個諧星這麼認真表演 把歌唱成這樣 我講 不是 沒相信靠近遠遠 我練得大學沒必要 阿咪老師也痛苦 敘述 敘述那種 敘述那種悲傷的一個內容 有沒有 而且更可怕 他講的都是真的 對 沒有在誇張 沒有誇張 沒有寫真的 對 後面那邊幹嘛 浪費阿咪老師的時間 對 就自己把他念完 輕唱就好了 輕唱 因為他講的跟後面阿咪老師 完全兩回事 你知道嗎 我們該不會剛剛還對過 你剛剛還對過 你剛剛還對過 對 而且我今天我自己 他表演之前 我在心中默默地想說 如果他今天拿蛇出來 我就是給他0分 因為他又一樣你知道嗎 那這樣算有拿蛇嗎 可是我跟你講 他今天就完全就是 就是一個自嘲的方式 一個衰到頂點的方式 來凸顯他自己 然後他感動人 他不是感動人 他是硬要讓人 大家覺得心很痠 然後記得他這一段表演 對 這種表演真的是很 為什麼 對 還有我們自己的優點 然後他當中 他當中有沒有看到 你當中那個唱歌的地方 那才叫 嚇死我 那才叫經典 他唱歌 剛好他的歌詞說 搞了這麼久才發現 自己完全沒有才藝 這個他唱的女兒 在證明這件事情 對 等候好消息 好 謝謝 他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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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唱歌